著名影视话剧表演与朗诵播讲艺术家薛忠锐 于昨晚在济南去世 享年85岁 薛忠锐弟子华清证实了这一消息 薛忠锐1955年开始从事表演艺术 在山东省话剧院多部大戏中担任主要角色 获中国话剧最高奖金师奖 其在话剧《不一孔子》中扮演的伟大思想家孔子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扮演的索额图等形象 都深入任心 薛老致力于朗诵艺术 出版过《论朗诵艺术》或《朗诵艺术贡献》讲 此前薛忠锐曾主持山东台节目《新故事客栈》 《花样剧客厅》栏目也曾经访问过薛忠锐 我是为大家播讲小说的薛忠锐 在波浪汹涌的黄海上 一个人一台戏 温暖陪伴了三代人 梁永生磨了刀 我就在家里头 用自己的刀用砖筒磨呀 听到声音找那感觉 从意七十载 如何做到心中有大众 艺术有乾坤 打个不是做个图吗 你自己认真把这个人演活了 观众自会认识你的 他的匠心之路该如何坚守 我当时觉得就像一把腿砸在头上一样 最行难 嗯 嗯 谢谢大家